第六屆商約澳門中蒲文化藝術節及2024銀魚蒲韻嘉年華 10月25日在龍環蒲韻開幕 並於10月25日至27日及11月1日至3日期間 帶來特色美食和精彩演出 透過風味美食、傳統遊戲等 營造充滿異國風情的嘉年華活動 今年的活動也將重點推介 國雅達曼和帝烏文化 廣大澳門市民和旅客也可以細心探索 本次活動聚焦國雅達曼和帝尿文化 邀請葡語國家演出單位及本地葡語藝團帶來精彩演出 為期六日的活動將展示本地10個居澳葡語社群的特色文化攤位 為市民帶來多元的音樂、手工藝、特色服飾、 美食及旅遊等資訊 展示濃厚葡語國家文化和歷史色彩 體現澳門作為中國與葡語國家之間的橋樑角色 我深信這項推廣中國與葡語國家文化和風俗的活動 將會更好地彰顯澳門演藝之都的這張新影片 也深化澳門作為以中華文化為主流 多元文化共存的交流合作基地的角色 促進中外文明交流互鑑 在活動現場也設有葡萄牙傳統遊戲區 手動足球及兒童遊戲等 還將於活動期間 提供不同款式的葡語國家美食和飲品 希望通過活動 深化中國與葡語國家之間的人民藝術交流 進一步推進中國與葡語國家文化交流中心的建設 將會進一步推進來 聞書中與葡萄牙傳統